后疫情时代 供应链还没有恢复 俄乌战争 中美关系紧绷等等多重因素 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 更延伸出了通货膨胀危机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震东 呼吁政府及企业 重新定义 定位 把握机遇 而对于是否应该重启消费税的争议 他则是点出 税收制度不是争结所在 是最关键的 是如何提高国人的收入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震东 今天早上出席 CityPlus 2023商业论坛 启动和冲刺主持开幕 及发表演讲 他随后以个人立场强调 目前并不适合争论 重新落实消费税政策 他表示主张落实消费税的人认为 这是一项可以增加 国家收入的税收制度 然而政府更应该关注 为何只有15%的国人 申报所得税 75% of the population are not paying tax because they are not eligible to pay tax so what is the real problem the real problem is low income median wage is2,900 you are only eligible to pay tax when you earn more than 4,000 basically more than 50% of the population are earning less than 2,900 a month so we need to fix the income problem not the tax problem 副部长在活动中也提到 欧洲 美国和中国都有不少的资金 流向东南亚国家 因此我国中小型企业 必须做好准备 配合部门政策 掌握机会转型 有国际资本进来 意思是说有资本进来 有生意进来 同一个时候 我们怎样能够向上提升 就是我们减少使用到 你本来用身个人 怎样最后用一个人两个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转型的挑战 而这个也是政府的挑战 这个也是企业的挑战 怎样跟企业配合 能够让企业 能够从劳力密集 转型或者毕业 就是不要再打那笔记了 变成技术笔记 首要媒体旗下的 巴德空间和HFM 是这一场活动的媒体伙伴 希望让各领域专业人士 提前掌握未来的商业与经济走势 超过百名中小型企业业者 投资者 创业家 打工族等等 难得齐聚一堂 在这场商业论坛 互相交流 分享知识 巴德空间 黄如燕 吉隆坡报道 巴德空间加密集